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两位 你是工作了 是 销售 对 汽车的销售 你还比他小两岁 对 真打你 真打 不太可能吧 真的 不要看他这样揉揉揉 其实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就开口就骂 然后我狡辩两句就打我 我哪里打他 我每次都亲亲的 我今天就拍他两下 他说我打了他 以前男友也打吗 还是这是你的初恋 这就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是初恋男友 为什么要打他呢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生气 然后不打他我就感觉不开心 他有的时候很过分 比如就是上次我们去看电影嘛 说好陪我去看动画片的 结果到电影院的时候 偏要看一个什么那个使徒行者 使徒行者在家看不就行了嘛 说好陪我看动画片 然后非要选个别的电影 我看动画片得看睡着啊 这女生除了打你 还有别的毛病吗 多了 她就是性格特别古怪啊 古怪什么意思啊 就像平时间吧 情侣出去约会吧 都是吃吃饭 风光街 一出去叫我陪她喝酒 喝酒还不是带她酒呢 她是搞销售的嘛 林导要是喝酒喝不好的话 林导会让她陪吗 哇 你喝得怎么样 还行 你喝得过她吗 肯定喝不过啊 每次都把我灌饭了 然后我不喝 她就说我不爱她 然后又自我 每次带她出去玩嘛 然后她 我朋友都要喝酒 叫她喝一两杯就醉了 然后我还帮她挡酒 你直接跟你朋友说 我不会喝不就行吗 会喝多丢人啊 哎呀 这姑娘可以啊 女中豪杰你看 能喝 还能打 还有些什么古怪啊 像我在家 跟朋友打电话吧 或者看电视 然后她就 直接就把脚伸上来问我 哎 好不好闻 然后几天没洗头了 把头发蹭过来 跟我闻一下 好不好闻 情侣间这种很正常啊 小打小闹 逗你玩的还当真啊 是我玩 我把我脚给你闻一下 你闻吧 你敢试试 那你试一下呗 过去腿会被打断 你怎么忍受过来的呢 你们谈了多久恋爱了 两年多了 你是怎么过来的 挺过来的 哎呀 真不容易啊 这小伙子 其实有些时候 原来就还是有时候 会忍不住啊 受不了了 找他分手 结果过去找他分手 又是被一顿打 为什么打人家 不能分吗 他跟我分手 我还不能打他 说我不分手的呀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说好就不分手的 我跟他说我脾气不好 他说都可以包容我 现在就要和我分手 我不打你我打谁 你真认为他打不过你吗 你练过吗姑娘 我试练过完 我大学就练的那拳击 但有些时候真的有些时候 他做的事情你无法理解啊 就是我原来不是原来的工作吗 就是才去的时候 工作就是挺不顺的嘛 就经常被领导使唤 然后加班加点的 他就直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理论 然后就爱怎样怎样 他就直接给我领导说我不干了 你们那领导一天到晚加班 说好谈恋爱 不是应该经常溺在一起 自从上班之后 一个月见一两次 一两次就算了 经常见面 就是下午约会的时候 约不到一半就跑了 不知道他躲我躲什么 还是领导叫他躲 然后呢 肯定叫那领导 给他换一下工作 或者换个领导了 你就给他领导打电话了 对啊 那少工作一点不行吗 领导怎么说呀 好好好是吧 没有领导还把我骂一顿 后来工作没了吧 肯定就没了啊 然后我之后呢 省时间用一个月 然后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你那工作不挺好的嘛 现在又有工资 又有时间陪我 就工资少了点 其他都可以啊 工资少了点 满足了你的更无欲好不好 我不嫌弃你 你购物车一打开就几十件 每次已经有几千块 不是钱啊 那是我自己赚钱买的 我自己做兼职的 是 你兼职是挣钱 但够你花吗 每个月都压榨我一次 男朋友挣钱不就是 给女朋友花的吗 我现在一个人 本来就是衣食住行 然后全部什么地方 都要靠自己嘛 然后还想着多存点 然后为以后嘛 她的好 每次我稍微省点 就说我抠 说我不爱她 你不给我买就是可 每次我要买什么 我叫存钱 你存钱干嘛 你存钱买房啊 存钱买房不对吗 你租房也可以啊 哎 挺好 他们一定要房 哦 挺好 店子那房路不是太多了 对对对 还行还行 你女朋友还行 就斩床吗 就斩床吗 她见过我父母 还见过父母啊 对啊 她一去我家就吃饭嘛 然后就我妈可能做饭 做了有点咸 她口味比较淡 原来就 说这个我就来气 平时我们吃饭 你看我吃咸的吗 你看我吃饭的吗 鱼去你们家 你妈做什么菜啊 又辣又咸 不是 你在我家吃了 你再我妹妹一天 你忍一下啊 我就把她拉过来说吧 她又说我什么 向着我妈不给她面子 然后就直接摔门就走了 把我和我爸妈晾到脸 那她有没有像刚才那样 跟你爸妈说话呢 有啊 一定啊 我们在一起聊 你啊她从没骂过 去她们家就凶我 一去你们家就凶我 那就该骂呗 你朋友知道你过得这么难吗 我知道啊 你还真跟她们说啊 经常就是 灯手碰面也还不是揍我 那还是你惹我生气我才揍你 你不惹我生气我揍你嘛 你们俩在一起 一般都是她听你的吧姑娘 她自己没主见 肯定听我的 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你追的她 那你对她好点 你干嘛老欺负她呀 我刚开始看她挺对眼的 我追的她挺喜欢她的 结果在一起 我们想要这么怂 一点都没主见 你是希望她打你是吗 我喜欢她又主见一点 不要什么都我做决定 一般都什么你做决定呢 吃饭谁做决定 吃饭啊看电影啊 然后还有买什么呀 你需要什么呀 都是我做决定 她这些全都是乱做的决定 她原来告诉我 我哪里乱做决定啊 你告诉我你要减肥 你说你说 对吧 然后叫我去出去给你买黄瓜 买生菜 就放冰箱里 我就是要减肥 然后一到饭点就告诉我 我要吃肉 那些生菜和黄瓜每天买 就日复一日 越多越多 然后最后她就逼我吃了 让我把它吃掉 那她这个头发这么长 她要梳长头发 你也没头发梳怎么办 去接呗 像你接饭那么多 没接过吧 没接过 她经常就在家 她让我穿她裙子 给我化妆 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不是 姑娘你涂什么呀 你让她穿 好玩 你不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吗 让她化妆更好看 比我好看 大了爷们儿化什么妆啊 你忍受得了这个 忍了 真发了 真发了 我天 你忍受了两年 对 你今天来干嘛 希望她能够听一下 我对她的那些真心话 因为在家里 我跟她说事情 她直接就是上来打我了 那你今天来 就是想跟她说心里话是吧 对 你想跟她说的是 我要分手还是 就是我先看她 能不能改吧 如果她确实不能改的话 我觉得这段感情 也没有再走下去的必要了 你敢和我分手 你都已经欺负我两年了 那你欺负两年了 你还不够 你还想欺负我一辈子 你还想欺负我一辈子 不是要欺负你吗 要是谈恋不欺负你 结婚的时候你不上天啊 你的意思是 结了婚就可以她欺负你了 是吧 这可以考虑一下 娶她吧 行 你们看怎么办吧 我已经进入秋比特分圈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说你是脾气好 那是好听的 说你不自重 可能又有点重 说的有点严重 我觉得应该说你很享受 你享受被控制的这种快感 你享受的这样的一种被管理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就是羊是把鞭子当成自己的家的 因为只有鞭子抽在她身上的时候 她会知道 是我的家在向我进行召唤 如果有一天她的身上还不到鞭子了 她会觉得 哎呀我丢了 我的家没了 我不知道方向在哪了 所以如果你意识不到 你在这个其中的享受 才是你的主体部分 然后你还会下一次 别别妞妞的去接受一个 有类似气质的女孩 然后你就会感叹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我身边的女人总是野蛮女友 总这么彪悍 其实不是她们都是这样 不是你命不好都让你碰上了 是你自己招这个 你自己给予了别人去羞辱你的机会 然后这个女孩子 我也想说的就是 你们关起门来 我们别人管不着 但是你如果说那样去对她的父母 那对不起这叫教养问题 我就说她妈妈做的饭有点闲而已 我也没教她妈妈做什么呀 你觉得你在人家去做客 人家有人家的风俗习惯 人家有人家的口味 为什么因为一个陌生的你的进入 你就要立刻让人家全都服从你 你谁呀 要是太阳啊 真的爱我她妈我放心上 她肯定会告诉她妈妈的 你要真的爱她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一下呢 难道爱是单向的吗 难道爱就可以肆意妄为的去 在对方的家庭当中为所欲为吗 难道爱是这样的吗 你的教养在哪里呢 我性格就是这样 我性格比较直 对不起 那不是直 那不是直 那是无知 这是无知 知道吗 不要把无知当天真 如果你的家庭教育和你上大学到现在为止社会教育就成就了你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还挺悲哀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悲哀 这是你自己家族的悲哀 是你自己的悲哀 好 谢谢白老师 郑老师 别的都说什么 就是你们两个人爱情 别人左右不了 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 一个怨哀 但是对待长辈 不管这个长辈将来能否成为你的公公婆婆也好 或者是现在的所谓叔叔阿姨也好 就即便算做菜做闲了 你也不能当着他父母的面 他说你两句 就拍门起来就走了 你不懂得尊重人 就像你刚才说我直白 这只是打着直白的幌子 去做一些其他行为的事情 来诠释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理由 一个光敏堂皇的理由 你有反观自己吗 你没有 你觉得我爱你 我的爱就是这种方式 你接受就接受 你不接受就拉倒 但是你真的爱对方吗 你爱对方 你是这样的表现方式吗 如果有一天 当他碰到一个很温柔的女孩 很善良 能够很体贴的女朋友出现 一个女孩出现的时候 你们的关系就动荡了 我不会让他出现的 你跟他说没用 因为 我不说了 对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逻辑 我理解姑娘的逻辑 这个逻辑叫 爱你我就弄死你 是吧 挺好挺好挺好 你可以这样 我觉得我们听听 徒老师怎么说吧 女人的刁蛮和任性 是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点可爱的 的确是如此 但如果这种刁蛮和任性的背后发展到缺乏做人的最基本的素养 就让人很厌恶 我现在不跟你谈教养的问题 我跟你谈做人的问题 你刚才说 是我的男朋友挣钱就要给我花 是我的男朋友 我打你就不能还手 是这个道理吧 那为什么这个道理是个道理呢 因为他不还手是因为他爱你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你就不能想想 他在不还击和忍受的背后 是因为爱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没有 你们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如果他去你家 也不合口味 摔门就走 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尊重 并且自己的父母也为此而蒙羞 你也会 但你从来不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于男生来说 你的父母非常热情的做一桌子餐 来给你未来的妻子或者现在的女朋友吃 一点不领情摔门就走 你觉得你父母是不是为此而蒙羞了 是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我是你 到今天来 我就要求他向自己的父母道歉 我就一定要求你要向我父母道歉 你不道歉 我就绝对不跟你处下去 这已经脱离了情感的问题了 这女生对你是蔑视的 你是可以被我招来户去随便欺负的 你的父母也同样是如此 你觉得他还可爱吗 如果他不道歉 你还能够跟他在一起 那我就不知道 你对于爱情和婚姻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 你自己看着办 两个层面吧 第一个层面就是你们谈恋爱 你们俩愿意怎么做怎么做 这我们就不说什么 第二个层面 你们是四川的 四川我记得过去很久的时候 我妈妈是四川人 讲一个笑话 说四川过去有一个叫 剁脚美人 什么是剁脚美人 就是一个女的 你从背后看美艳无比 你就要追过去 追追追追追追过去 回头一看 剁脚了 为什么 太难看了 就是她背影很好看 有很多女人 容貌很美 一开口 有很多女人 说话也挺美 做那么一点点小事 干嘛要做 让人跺脚的事 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 我觉得你让她道歉 才是对你父母的羞辱呢 你父母养了你二十年 你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都没有嘛 就你可以忍她 二十年二百年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涉及到你父母了 就不能再忍了 即使你心里是爱她 爱得很深 也应该分开 因为她没有意识到错误 她觉得她是正确的 那未来 你们的孩子可怎么办 我就在想 你要是这么一个妈 你孩子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 那太可怕了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我希望你 可以 把哪些缺点都改掉 然后有什么 我们能好好说 相互尊重 你愿意改吗 愿意 你要和我分手吗 那你愿意 回家和我爸妈道歉吗 可以 这么久来 不是我 骂不过你打不过你 知道吗 那你要和我分手吗 你说啊 你打分手的话 把人不能分手 愿意改吗 可以改 起亮灯 开门 有感觉 有感觉 我就不想 如果万能 不愿意改 永远都不愿意 Nation 永远都不愿意 好都不愿意 好都不愿意 但你就是不要和我分手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还想 有很多性格方面上的不合 我们可以慢慢去磨合 但希望你以后 可以做到相互尊重 然后有话好好说 行吗 可以 说完了吧 对着镜头给人父母道个歉吧 阿姨就是上次说你做饭 太闲啊 我不应该这么说的 对不起 谢谢阿姨给你做饭没有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做饭 以后还敢不敢在家里面那么放肆啊 我会尊敬长辈 但是我 对她还是不会太温柔 反正你们俩恋爱的事 你们俩想 你们愿意就行对吧 站在中间来 先邮请我们的小花童 邮请 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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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给我给我 你们父母年龄应该都不大 对吧 七零年的 就行 那我 我基本跟你父亲算一辈人了 这肯定算一辈人了 我简单地代表长辈说两句啊 你们要好我们也不反对 你们慢慢地处 但是你们年龄还小 离结婚啊 订婚这事还远一些 是 你们再磨合磨合 磨合的差不多 欢迎你带着你们的父母一起来我们这个现场 我们来给你们补一个订婚仪式 行吗 行 但是我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了 是因为我要送一个这个礼盒给这个女生 这是伊贝斯的白色恋人系列 他说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说 我是爱的色盲 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只有白色 其实要说恋人爱的要单纯 我今天套用这句话说 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很单纯的 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一个责任或者信念 在我们的世界里也是只有白色的 只有对的东西 对的东西是什么 要学会尊重 孝顺 长辈 要学会尊重我们所有的优秀的传统 你们两个人愿意怎么闹 你们去闹 这个礼盒送给你 就是希望这个女生 从今天开始 真的在这个层面有很大的转变 好吗 至于你想怎么虐她 她愿意被你虐她是你们的事 好吗 拿着吧 谢谢 祝你们开心 你们从这回好吗 下次带着你们父母一起来 如果你们真改变的话 如果男生的爸妈 下次来我们这现场说 我愿意我们家这个儿子娶她 因为这个未来的媳妇 还是不错的 对我们很好的 我保证请这些老师再回来 见证你们的喜庆时刻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